孙中山 吃苦简朴我也不如他 1922年孙中山立主北伐 让陈炯明掏500万北伐军费 还要派军队协助北伐 但陈炯明主张连省自治 先把广东建商好了 再慢慢和平统一全国 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 争的是不可开交 最后陈炯明急了 拍桌子说 我没那么多钱 老子不干了 1922年6月12日 孙中山正式向陈炯明摊牌 两个人算是彻底的决裂了 4天后6月16日 陈炯明率军炮轰广州总统府 把孙中山赶出了广东 好在孙中山有个小兄弟 名叫蒋介石 在二次东征陈炯明的时候 出尽了风头 陈炯明只好逃到了香港避难 孙中山还不打算放过陈炯明 说 我这辈子谁都可以原谅 唯独陈炯明不可以 后来汪金伟 吴志辉等人出面调解 孙中山这才勉强放过了陈炯明 但陈炯明必须写一份悔过书 陈炯明在香港听说此时候冷笑了一声 让老子认错 老子有什么错 不过陈炯明其实对孙中山还是很佩服的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 陈炯明还特地写了一副晚年 为英雄能活人杀人 公罪是非 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顾交曾一战再战 公仇私仪 全凭一寸吃心之 陈炯明有私心 但在民族大义上也是有底线的 918事变后 日本人盯上了陈炯明 请他出山 为日本人做事 陈炯明说 出来做事可以 但有条件 日本人必须把东北还给中国 日本人还送给陈炯明一张支票 上面是8万亿元 陈炯明提起笔在支票上 画了一个大大的差号 说暂时还有余额 用不上次款 其实当时陈炯明身上 已经没有钱了 一家人都在饿肚子 但日本人的钱 饿死也不能要 1933年9月22日 陈炯明在香港病逝 家里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 只好把陈炯明的老母亲 提前预备的棺材 给他临时用上了 香港工商日报 对陈炯明的一生 做了一个简短的评价 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 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对陈炯明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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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陈炯明的一生